现在的那鱼,似乎不仅有各大明星他房翻车大瓜,连明星夫妻的婚姻也抱不过离婚魔咒,像是被诅咒了一般,不管曾如何甜蜜恩爱,被大众所看好,浪漫的爱情被无数人羡慕。 可终究最后,还是以离婚保重,冯绍峰、赵丽颖如此,黄小明、baby亦如此,似乎在这个圈子,没有哪对明星真能携手一声,令人为之叹息,现在林心如雨或建华,更是频繁传离婚闹掰。 网上还有猛料爆出,两人已经协议离婚,霍建华净身出户,孩子抚养全程关注焦点。 还有更劲爆的,称霍建华因为长时间没有工作,整个人情绪崩溃,精神出现异常,爆料说得有为夸张,似乎是知情人一般。 那么小鱼就以林心如与霍建华最近频繁登上热搜的视角来巴一巴这对疑似貌合神离夫妻的真实婚姻状况。 4月14日,有网友晒出林心如霍建华合体,现身杨又宁餐厅吃饭,这也是两人传离婚静身出户后,首次合体亮相,自然成为关注焦点,都想从夫妻俩细节与互动来找出端倪,到底网上是爆料,还是确有此事。 从网友透露来看,当天,林心如是纯素颜亮相,生活中的她特别真是漂亮,而且跟霍建华感情非常好,在知道是她当天生日后,主动请喝酒还帮忙结账,特别接地气,清和力爆棚,让她特别心粉舒服,完全没有什么架子,好感度爆棚,纷纷被圈粉。 在她跟夫妻俩说再见时,还专门与其告别,全程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网友才专门发文纪念,在留念与明星合照的同时,也证实了林心如与霍建华的感情,并没有离婚与不和,反而恩爱异常让人羡慕。 从网友晒出的合影来看,霍建华打扮低调朴素,穿着短袖戴着棒球帽,整个人帅气又成熟,脸上带着笑容,十分迷人。 本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也很好,并不像网上爆料那般精神异常。 同时,有细心网友发现,霍建华满脸红光,估计是没少喝酒,可见心情与状态是不错的,特别是跟林心如一起在朋友餐厅吃饭,大家相聚聊天,是最开心的时刻,才会多喝了几杯吧。 似乎霍建华现在特别喜欢饮酒,喝点就上脸,很容易就被发现,前几天,也是网友晒出王力宏与霍建华夫妇唱歌聚会的视频。 那时,霍建华也是满脸通红化身卖霸,当众唱《伤心情歌》完全投入其中,让我们看到男神罕见又真实的另一面。 只见霍建华很认真深情地唱《红昏》,全程投入闭着眼睛,像是将自己融入到歌词中,如同就是男主一般,连歌后将会都被感动了,可见霍建华的歌声多么动听与深情。 而坐在桌旁的林心如,更是化身小迷妹,被丈夫所迷倒,露出星星眼满脸深情的凝望霍建华,眼神中全是爱意,似乎周围只有两人,所有人都消息,置身于偶像,举情节。 这个瞬间可谓狗粮无数,巧妙打破离婚传闻,不用任何的回应与言语,都能看到林心如对霍建华的爱,并不像网上传闻那般,要他净身出户,所以的爆料只不过是博眼球而已。 2005年,霍建华和林心如同为电视剧《地下铁》的主角结缘,虽然当时两人并没有擦出爱的火花,但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2001年,两人又一起合作了轻视黄飞,剧中大量的感情戏份将彼此的距离拉得更近。 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2016年。 霍建华临心如突然官宣,仅两个月后便在巴厘岛举办了浪漫隆重的婚礼,只不过这场婚礼引来不少争议,而他们的婚姻也一直不被大家看好。 首先,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霍建华在婚礼上全成黑脸。 虽然后来他本人在金星秀上特意澄清,说自己当时没有不开心,只是不会拍照,不过这个说法却很难让人信服,毕竟作为专业演员,面对镜头笑不出来的解释未免太坚强了。 其次,时间拉回到2016年5月11日,林心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是不婚足,而在短短9天后却在社交平台上官宣恋情。 紧接着,7月31日,两人在巴黎岛大婚,次年1月,林心如便生下了女儿小海豚,这样算下来,其实早在官宣恋情时,女方就已经怀孕,所以很多网友觉得是未婚先孕的林心如为了保全自己颜面,不惜打脸也要逼婚或建华。 2020年,有媒体拍到林心如和霍建华当街吵架,当时气氛非常紧张,霍建华丝毫不顾林心如面子冲击怒吼,你干什么? 随后就把林心如独自扔在街上,自己开豪车走了。 林心如先是愣在原地,然后在街上游走情绪低落,还不时用手无脸。 其实,夫妻吵架很正常,但他们俩当街这样吵就不太正常,毕竟他们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经常在公众平台上各种秀安爱, 林心如也不仅一次在节目上夸呼建华对自己好。 很多网友认为,如果她真如林心如口中说得这么好,那就不会当街抛下林心如不管,就算当时真的很生气开车走了,后来也应该返回带上林心如一起走,也正是这件事直接打破两人恩爱夫妻的假象。 不仅暴露了女方的性格缺陷,也导致男方宠妻人设崩塌。 结婚的明星年年有,大多数也都会被网友粉丝送上祝福,但林心如和霍建华偏偏偏是被大家唱衰的那些少数,而且这种唱衰一直持续了七年,为什么网友如此期望两人早日离婚,这还得从林心如说起。 1988年,琼瑶的一部《环珠格格》火了几位主演,包括林心如和周杰,但心机的林心如竟然公开插刀周杰,在某台湾某综艺节目里和小S模仿周杰争明夸张的表演,又说周杰为了博出位。 故意把原本侧面的林心如变成背对摄像机,这样就能拍到自己的正面,还内涵周杰拍吻戏爱身舌头很恶心。 当时大家都被林心如的紫薇形象蒙蔽,觉得她温柔善良,人畜无害,所以舆论也是一边倒替林心如打抱不平,并且那个时候网络还没这么发达,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周杰也没及时正面回应,没想到随着舆论发酵,向来正直的周杰瞬间背负猥琐骂名,事业也因此一样。 后来她索性退出娱乐圈,2017年这个陈年老瓜又被网友翻了出来。 周杰也不甘心,一直哑巴吃黄莲,转而在微博上自证清白,有理有据,态度坚定,当众撕下林心如的假面具。 2009年,于正找林心如来拍《美人心计》,成功让过气的林心如翻红,此后两人变成了好友,但在后来的一次节目中,主持人问于正在娱乐圈有没有十分讨厌的艺人,没想到于正也不避讳, 直接表示有一个女艺人自己非常非常讨厌,台湾的,过气的,表面白莲花,实际麻辣烫,而于正口中的这个女艺人正是林心如。 为何昔日友好的两人如今会闹掰? 原来当年《美人心计》在上映后就爆火,让林心如重回顶流位置,还掌握了不少奖项,而林心如也看中了宫廷大女主的商机,于是她买下了《青世皇妃》的版权,打算由自己主演,还挖走了《美人心计》。 绝大多数演员,甚至对外宣传由《美人心计》,原班人马打造,这才惹怒了愚政,自己辛辛苦苦一手捧红的人,却反过来挖炸自己的IP电视剧。 随着《青世皇妃》大火,林心如赚得盆满钵满,利益上的冲突也导致两人不欢而散,林心如也因此被诟病两面三刀,忘恩负义。 眼见自己口碑不行了,林心如便企图靠做公益洗白受损形象,通过常年出席公益慈善活动,为自己赢得了爱心大使,人美心善的美名,但却被网友扒出,林心如参加了65次慈善活动,总共才捐款30万,还是分开8次捐的,这样他就可以用8次捐款换来8个慈善大使称号。 2017年八杀次善业,林心如身穿一席淡黄色连衣裙抢占C位出尽了风头,在这场活动里,郭德纲捐了280万,大多数明星捐了70万,可他却一分钱没捐。 要知道,这些年在内地疯狂捞金的林心如身家早已过亿,明表,明包数不胜数,女儿吃饭的碗是纯金打造的,用40万的爱马仕顶级鳄鱼皮包包装钩,将三亿珠宝送给未满月的女儿。 第二,林心如可谓富得流油,更讽刺的是,汶川地震时,他捐了10万,而日本地震时,他却一下子捐了150万。 以明星姿态在慈善晚会里蹭热度,该捐款时,却保持铁公鸡作为,吃里爬外不爱国,林心如的路人员跌至谷底。 今年2月份,林心如霍建华邀请了众多好友为6岁女儿庆生,没想到林心如再次被内地网友骂上热搜,其因是好友在ins上发布了林心如女儿照片却忘了打码, 迅速引起媒体疯狂转发,但林心如不去找这位原发布者,却只骂内地媒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尊重隐私,很难吗?这才惹怒了内地网友,明明是你自己朋友发的照片,凭什么只骂大陆媒体? 赚钱的时候就想着来大陆,赚够了回到台湾就开始嫌弃,过河拆桥的行为实在让人意难平。 她的这把骚操作,也算是彻底断送了自己在内娱的前程了。 有网友称,紫薇是我对林心如最大的误解,能落得今天的下场,林心如真不冤,以至于现在婚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评论区却一片叫好,网友们更是高呼,希望是真的,离得好,众望所归,七年婚姻,霍建华没了事业,林心如失去了内地市场,如今负面舆论不断,七年之痒,或许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盗砍。